大爷有钱了就离婚 扬言要找个至少年轻十岁的老伴 说这样在村里才会有面 大爷你这也太任性了 今年相亲的杜大爷呢 今年65岁 年收入六万块钱 离婚已经七年了 这七年那可真媚少相对象呢 为了尽快完成 找个年轻老伴的心愿 着急忙慌的赶紧让红娘来帮忙 做下来后 大爷简单介绍了下自己的基本情况 至于离婚的原因呢 也是因为这点余钱 简单来说就是只能共苦 不能重担 最后红娘给出了一个精辟的总结 哦 是有了钱之后变大男子主义了吗 对 是不是觉得有钱之后有点装了说你 对 一巴掌拍一巴掌拍个响了也就是 杜大爷回答的是脸不红心不跳 而且还这么果断 牛掰 童娘问杜大爷找老伴的要求 那就再明了不过了 有钱了吗 想找一个吧 看着人缘的好一点的 年龄的小一点的 比您小十岁的是吗 他最起码年轻有活力 年轻有活力 懂了懂了 有钱男的都这么小 找个年轻的除了有活力 杜大爷还有另外的一个小心思 理解理解 面子工程很重要吗 根据杜大爷的要求 姑娘领来了比杜大爷小11岁的孙大妈 俩儿坐下来后吧 双方对对方的感觉还不错 帅不帅 帅 是的 挺好 随后俩儿又相互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杜大爷真是一不小心就怒付啊 侯娘也是忍不住发出灵魂拷问 杜大爷你现在觉得说 你自己是个有钱人 还行吧 说得不信员 杜大爷总算低调了一回 没想到下一秒又飘了 看来杜大爷家里头 这小金兔装的不少啊 杜大爷说呀 这份家底儿都是靠自己年轻的时候拼来的 媳妇是八五分啊 那你要今天你都一闪就闹我闹我 闹我 挣钱少了 我那能行 我只能给你 我扔不再扫上 就这么误误咋咋的 杜大爷是越整越好 越整越好 好好的媳妇也给整跑了 最后杜大爷对自己的婚姻 做出了精辟的总结 没有钱拼命干 挣完钱都想说话 好嘛 男人有钱就变坏 还真不是一句空话 随后 孙大妈开始介绍自己的情话 那孙大妈说呢 他也是离异 前夫是个妈宝男 自己在家呢 说了不算 没事两口子总是干账 同娘问 这干账的时候谁赢啊 孙大妈刚说自己能赢 就被杜大爷给识破了 随后他还替孙大妈说话 可是单独跟红娘沟通的时候 那杜大爷对孙大妈离婚的原因 是这么说的 他离婚 你觉得是怨他对方 怨他 坏菜的 他来杜大爷对孙大妈不太满意 在孙大妈介绍完自己的情况以后呢 杜大爷就不太满意 尤其这身高 那好像有点哪一点 红娘赶紧出宫 说孙大妈文静又温柔 杜大爷终于说出了自己喜欢的类型 我觉得这杜大爷就是欠揍型的 看吧 典型狩猎型双重人格 要我说杜大爷 能吃的吃的你的 你绝对摆动不了 孙大妈觉得吧 自己跟杜大爷聊得来 主要原因就是杜大爷嫌自己矮 错了 杜大爷除了嫌弃那孙大妈个矮 主要还是太温柔 杜大爷还一再强调 除了年轻的性格也很重要 一听的红娘也急了 这还灌出毛病来了 直接对了上去 随后脸又坐了下来 杜大爷直接把孙大妈太温柔这个缺点给挑明了 随后杜大爷还给孙大妈举起了例子 因为太服从了 你俩反过一直都没有 大爷就喜欢刺哄的老伴 俩人呛呛着过 没事的时候俩人争着玩 我说这带衣服满 我就满 你不要满我就满 你给我钱得了 这争还不能争大的 你越争 我越不会满 要的就是这个气氛 接着杜大爷还吐槽起了孙大妈 这回孙大妈算是听明白了 这是有钱人没事干了玩的 有钱人都这样 杜大爷也表示认可 有钱少了 聊到这儿呢 杜大爷对孙大妈肯定是没啥意思了 可这头的孙大妈还就喜欢杜大爷这行的 现在得追直上 最后杜大爷对这次相亲做了一个小总结 做啥是啥这个 我从来我就不喜欢这样 我们俩要真正常的话 我说东西说懂 我说戏就是说戏 那我从这儿还有啥意思的 一点情练都没有 那没办法 这事一头热还真不行 也只能散了 彻底摸清杜大爷找老伴的标准后 童娘直接就找来了 比杜大爷小20岁 性格火爆的安大妈 你喜欢年轻的 年龄得小一点的 有 年龄还挺小的 你问我多大啊 那太小了没有共同语言吗 大得有十八九啊 四十八九也行啊 你今天六十五岁 行 你喜欢个儿高的 原先那个的 更高的 有 你六七 你六七啊 人觉得怎么样 个头是挺 个头挺好的 你喜欢跟你腔腔的 我喜欢炸骨头头的 哇成腔的啊 有 你瞧瞧 想要啥样的就有啥样的 就看你厚不厚得住啊 反正我得说一句话 要处理一下 小事你说算 大事不行 大事小事我都想说得行 好了 既然条件都满足 那就唠唠吧 安大妈今年四十六岁 比杜大爷 终终小了二十岁啊 看着这个个儿高 又年轻 脾气还火爆的安大妈 那杜大爷是越看越喜欢 安大妈也毫不客气 上来就稀里咔咔的 要求杜大爷 把房子门改成他的 这可把杜大爷给唬住了 房子名能不能改过来 改我名 接下来 红娘也对这俩人 发出了灵魂拷问 俩人有一方生病了 能相互照顾吗 杜大爷表示没问题 但安大妈不干了 有病就回 回你姑娘那去呗 怕我吃风不了谁 您有钱怎么生活不了 您比他年轻 可以照顾他呀 不想照顾还是不 不愿意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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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跟他一起住 然后花着他的钱 对 然后也不想照顾他 对 您不觉得两个人 在一起生活 过的是感情吗 这说一说 不把钱 还没房子 还啥感情呢 房子问题没谈笼子 养老问题也被卡住了 可杜大爷还是不死心啊 这时对面的摄像师 都看不下去了 对杜大爷发出了灵魂拷问 杜大爷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找个老伴跟龟女一般大 那杜大爷也是有那心没那胆呢 直接给吓冒汗了 想到闺女那杜大爷也只能忍痛割爱了 最后这场相亲也就这么结束了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老年相亲 点个关注再走 要是能长按点赞三秒钟 那就更给力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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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